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2月26号 我们今天节目呢 主要是谈一下2019年 这个十大富豪的生死劫 也就是我们盘点一下 今年2019年呢 一共在中国呢 有十大富豪呢 碰到他们的生死劫难 那么讲今天的话题之前呢 今天因为是26号 所以呢 我们有必要提一下 今天这个26号呢 是毛泽东呢 他的闽诞 也就是每年到这一天呢 中国呢 有很多老百姓呢 就哭天喊地要去纪念毛泽东 毛泽东这个人死了现在已经有四五十年 但是叫阴魂不散 可以讲他一生是恶行累累 用恶贯满盈 用世界上一切形容邪恶的词汇来形容他 都不足以能够描绘他的罪恶 可以讲他一生中做的唯一正确的事 就是在1976年死了 因为毛泽东的闽诞 跟圣诞就差一天 所以说呢 中共现在那些反对圣诞要纪念毛泽的人呢 他们现在居然能发起出什么 说要修改圣经 可以讲 就中共这个党啊 他邪恶到什么地步 我在网上看到说是中共已经准备 要修改圣经的内容 要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这个修改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以毛泽东理论为指导 以习近平的光辉思想为前进方向 他们要修改圣经 所以以后只有毛淡 没有圣诞 所以中共这个党他再怎么邪恶 他认为呢全世界还没有看见 所以他只有把圣经都修改了以后 才能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知道 中共这个党呢邪恶到什么地步 所以毛泽东罪情累累啊 很多人呢还未必了解 因此呢 网上呢有一个人 他曾经跟网友发信 他就说呢 请问网友能不能指导他一下 就说有没有什么女性爱上了黑帮流氓 最后这个下产呢 弄得很惨很惨的电影 他准备把这个电影呢 给他自己女儿学习一下 让他女儿呢 在青春期呢 长点见识 那么有网友马上就推荐给他了 你看这个电影 有这个电影呢 叫杨开辉 你看完以后就知道女性是怎么被流氓欺骗的 非常非常惨 然后 然后这个流氓怎么样去侮辱女性的 所以这虽然可能是网上的一个段子 他说明毛泽东对人类的罪恶 对女性的罪恶 对他自己家庭所犯的罪恶 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讲叫庆祝男苏的 好 谈我们今天话题的正题 也就是说 今天呢 我们要盘点一下 2019年呢 叫十大富豪生死节 大家都知道 2019年呢 中国的经济呢 是急剧的下滑 可以讲 大量的富豪们呢 是逃着逃 卖着卖 有的被抓着抓 死着死 那么中共在跟美国打了这么一年多的贸易战以后呢 中国呢 他是内外交困 而这个情况下呢 中共欺骗老百姓呢 说他们一片形势大好 说他们的经济指标很好 他们现在的这个经济增速不减 仍然在全世界成为GDP全球第二 仍然引领世界经济潮流 这是中共对老百姓讲的 那么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所以我今天我们的情况 就通过十个人物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 马云前几天在浙商大会上面已经明确说 中国经济2019不好过 浙商不好过 连浙商都过不下去 别人就很难过下去 他在一天之内就接到了五个人 跟他借钱的电话 另外在一个礼拜之内 他有十个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开始卖楼 那么跟马云借钱的人 你想什么人肯定都是超级富豪啊 你没有马云的电话啊 我也没有马云的电话啊 我要用马云电话 我也给他打个电话 跟马云讲 叫马云也贡献个几十个亿啊 那么跟马云借钱的人 有没有今天我盘点的这十个所谓富豪 我估计可能未必会有了 因为这十个富豪有的已经死了 有的在牢里面了 有的即使没死没在牢里面 也是很快走在去监狱的路上了 所以现在跟马云借钱呢 马云也不会借给他 马云的钱是有钱 但马云的钱是党的钱 马云的钱会随随便便借给你吗 所以马云讲的话和中国经济现在滑坡的现象是不真的事实 我们之所以盘点这十个富豪 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些富豪们 他们怎么是快速的由富转平 甚至是共产党谢伯萨率 把他们这些昔日富豪榜 福布斯富豪榜 他们的这些富豪 现在呢 送上了断头台 我们今天盘点的第一个富豪呢 叫尹明山 尹明山这个人到今年已经有81岁了 他五十多岁才开始创业 创立了呢 创立了重庆立番集团 这个重庆立番集团很多朋友都知道 当年一开始呢 是做摩托车 后来是电动车 农用车 然后又开始做家运轿车 到2010年的时候 立番已经成为大陆 首家丧失爱股的民营的趁用车企业 尹明山也成为重庆的首富 那么这个首富从10年到现在19年 也就是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啊 目前来讲叫立番集团是负载累累 尹明山不得不把他立番的百分之百的股权已经全部转让 把他成用车的项目的地价全部转让抵押之后 他仍然是负载累累 到了今年7月份 也就是2019年7月份 立番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的 6.16亿股的股份完全被法院冻结 目前尹明山的立番集团 他涉案的金额已经达到14.23亿 也就是尹明山目前来讲 除了债财告租责累累之外 他整个集团现在已经是百分之百 也没有一分钱股份属于他的了 也就是尹明山 他到今年2019年已经资不抵财 已经负债累累 能不能度过2020年 能不能不在牢房里面度过 现在没有人知道 这是尹明山 很多人都知道这么个立番集团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 那么大家都知道刘强东 刘强东是2018年因为陷入性丑闻之后 他个人的名誉 京东的这个经营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可以讲 京东自从刘强东陷入性丑闻之后 京东就一蹶不振 他整个的经济是极为的滑坡 到了2019年 就是今年 刘强东又因为什么个人原因辞去了全国政协委员 那么他辞去政协委员的目的是什么呢 刘强东是想跑的 刘强东在今年11月份 他自己京东商城旗下的网银在线 私自往境外呢 汇款一个多亿 结果呢 遭到国家外汇局呢 对他发款呢 发款就发款了将近三千万 然后刘强东就赶紧卸任了多家 多家企业的主要领导人的职务 把他的很多资产呢 都打包外卖 他到2020年1月份 他还要到美国去参加这个性亲闻的诉讼案件 所以说刘强东可以讲 自从他个人的姓丑文之后 京东是一蹶不振 那么京东这个企业是不是垮得很快 刘强东不在美国坐牢 或不会在中国坐牢 这都是下一年度的一个未知数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符号 就是京东创始人刘强东 那么第三个 大家更熟悉了 也就是说大家在网上面都看到 曾经王健林讲嘛 他赚钱要先实现一个小目标 他的小目标是先赚一个亿 那么他就把这个小目标交给了他的儿子王思聪 王思聪在他爹的这个鼓励下 他爹又给了他大量的资本的情况下 他的小目标不但没有实现 目前来讲王思聪他的资产已经全部被冻结 他名下的汽车 房产 银行城管全部被法院查封 到今年三月份 王思聪一手创办的一个叫熊猫直播室已经宣告破产 熊猫直播融资与投资人士签署了对赌协议的 破产后的熊猫直播需要偿还的欠债 就要达到30个亿 王思聪作为这个里面最大的股东 他本人要承担这个里面最大的损失 也就是王思聪个人可能就要承担到20亿左右 所以说王思聪他目前他的资产已经全部被法院查封 他自己持股百分之百的北京普世投资公司的所有股权已经被法院冻结 王思聪本人也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的执行人 所以说王思聪的这个创业神话就已经破灭了 你想想看一个中国首富的儿子 一个他父亲有的几百几千亿资产的人 他自己本人从小又在西方接受着良好的教育 从英国回来以后 他父亲又给出大量的资产让他创业 最后给他倒过了几年以后 他现在再抬高速 然后除了个人资产被全部冻结 他自己所有的股份被全部质押 然后他还被限制所谓高消费 因此来讲 就是王思聪创业的失败不仅仅是他个人不努力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他父亲这个昔日首富给他准备的资产不够的问题 也不是他的人脉关系不到位的问题 他什么都具备 但是嘛 但是是2019年中国的大形势 加上他自己自身本人的严重问题所导致了王思聪他创业的彻底失败 第四个 第四个符号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是大陆家喻户晓的叫惠元果汁 这个惠元果汁一段时间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广告 这个惠元果汁是天天是铺天盖地啊 所以在中国的老百姓认为这是国民果汁啊 谁没喝过几罐会员果汁啊 到今天会员果汁已经是负债百亿 他的整个高管已经集体辞职 丧失企业已经退市 会员的创始人叫朱兴礼 去年还是胡润百富榜上面 有35亿身家的富豪 今年已经几度沦为限制高消费的老赖 12月份 就在今年12月份 朱兴礼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执行裁定书 他名下的40亿亿资产遭到全部冻结 这就是惠元果汁的创始人 他到今年已经走了他的花条路 那么那么惠元果汁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啊 这个在中国可以讲 真的叫家喻或叫人人喝过惠元果汁啊 昔日的富布斯富豪 去年还是富布斯富豪 还有几十亿呢 今年他就已经负债累累 目前他40亿亿资产被整个法院嘲讽 也就是朱兴礼我们是能看得到的 他正走在监狱的路上 所以他会不会跟马云借钱 我们不敢讲 因为我今天盘点这几个富豪 我认为各个认识马云 也各个跟马云借钱呢 可能呢都有这个面子 问题是马云不会借给你 像朱兴礼这种人现在走投无路了 他跟马云去借个三个亿 五个亿 马云是不会借给他的 给他三五个亿也没用 他跟马云想借个几百亿 马云是不敢给他 因为马云的钱也是党的钱嘛 哪能随随便便就用呢 这是我盘点的第四个 那第五个是今年6月5号 年龄只有42岁的叫比特异 创始人的叫惠毅 他呢自杀身亡了 惠毅这个人 一般人不大了解 因为他是网络新贵嘛 他2003年才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 后来在长江商学院的EMBI毕业 到2017年时候呢 他创办了比特异公司 他获得了软银中国篮池创股挨股的战略投资 那么他之所以自杀的原因是因为 是因为他自己掌控的期货报仓 报仓亏损 最终导致了他损失了人民币大概要有140亿 那么这个人呢肯定扛不住 因为他借了大量的钱 也有那么多战略投资 他最终炒期货失败 因为2019年你赌就不是一定能赌得赢啊 所以最终他选择了自杀 他只有40来岁 这是我们盘点的第五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他的名字呢普通人不知道 但是在他的业界名气很大 那么第六个 那么第六个是今年10月份48岁的先锋集团的董事长 网信集团实际的控制人叫张振兴 他呢在英国死掉了 那么这个张振兴又是什么人呢 张振兴是先锋集团的主要控制人 他先锋集团在他的这个旗下主要控制着网信集团和中信控股 先锋集团拥有上百家公司 持有银行啊 证券啊 保险和支付的领域的多张金融牌照 他直接管理的资产能达到三千亿 那么先锋集团一共有三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分别是中兴控股 宏达金融控股和平安证券集团控股 这三个公司的净利润目前来讲都是负 最多时候他们亏损亏损到几十亿港元 三家港股上市公司 他们的股票已经跌成香港人讲的仙股 所谓仙股就是市值在一港元以下 就美股在一港元以下 就是这么一个人曾经的管理三千亿的这个富豪 现在呢 在英国已经死掉了 他自己在香港上市公司 他的股票 他的股值连一港元都不到了 这是我们今天盘点的第六大富豪 那么第七大富豪叫冯兴 这个冯兴和前面我们那几个富豪不一样 前面几个富豪要么是在台高度 要么是死掉了 冯兴呢 直接是被抓了 冯兴旗下呢 掌管了一个叫暴风帝国 他那个暴风帝国知道四百亿 这四百亿的暴风帝国瞬间崩塌 暴风集团的实际统治人叫冯兴 他在2015年 他是在创业板上市的 他创业板上市曾经创下过三十六个涨停板 他的股价暴增达到四十几倍 他当时被称为妖骨之王啊 那么他在今年九月份被抓捕 他因为英国体育赛事的一个版权公司 52亿的一个体育版权收购案 他在这个里面有着巨额的一个行为行为 然后他现在被中共呢抓捕 也就是这个富豪 他今天在牢房里面 这是我们判定的第七个 第八个就是现年55岁的上海政大文化创业发展公司叫戴志康 这个戴志康曾经被称为叫私募教父 他是因为他旗下的这个私募资金P2P爆雷 然后他轰然倒下 他目前欠债达到将近50个亿 这个戴志康曾经在2007年胡润的富豪榜里面呢 是排名的65位 当时的身价就有100亿 这是2007年啊 也就是12年之后 这个戴志康呢 他现在在台高速 字不抵在P2P爆雷 P2P爆雷 他在走投五路情况下 他今年八月份向中共的检察机关投案自首 九月份他已经被中共执行的逮捕 这是我们盘点的十大富豪里面 前八位里面已经有两个被逮捕的 那么十大富豪 我们介绍了前八个 现在第九个呢 第九个也是一个被逮捕的 这个被逮捕的富豪和前面的八个富豪里面呢 只有跟刘强东比较相似 他的名字叫王振华 今年只有57岁 他是长州起家的 是从一个包工头 帮助别人盖房子起家 最后发展成一个巨大的房地产企业叫新城集团 这个新城集团 在南京 在上海 在苏州 在长州都有大量的控股工资 他本人的身价达到230亿 他在今年七月份 因为猥亵一个九岁的女童被逮捕 他被逮捕以后 他自己多年来猥亵女生 猥亵少女的这个事情不断的爆发 所以说 他新增控股的股价直线下跌 市值就跌掉了三四百亿 他自己身家总共才230亿呢 他整个他公司的市值就跌掉了三四百亿 这个王振华跟刘强东有的一拼 刘强东是在海外 在美国涉嫌性丑闻 而王振华 他直接在国内利用他董事长的身份 直接是猥亵少女 所以王振华被抓捕 那是因为他思想道德败坏 但是因为他的倒塌 他这个新城集团一定是一蹶不振的 新城集团要想恢复昔日辉煌是很难的 这个新城我是比较了解的 在国内 所以我跟新城集团也有过业务往来 我对他集团底下的很多高管呢 我们都有一定的熟悉 所以说王振华倒下 当时我是吓了一大跳的 结果说他猥亵少女 我觉得不奇怪了 因为当年的国内就听说过 他有这方面的爱好 这是我今天盘选的第九个富豪 那么第十个富豪是云南的首富 叫赵新龙 这个人呢 被称为云南呢 叫赌视大王 翡翠大王 他旗下呢 丧失公司非常多 目前来讲 昔日的辉煌 已经变成了负债总的将近一百个亿 就九十多个亿 负债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几 现在已经面临着呢 直接是破产危机 这是云南的首富 那么这个云南的首富赵新龙 他同样跟这个重庆的首富隐名善养 也是正在走在去监狱的路上 所以说 我们盘点这么多中国的这个富豪 我们从富豪上就可以看出 2019年中国的经济是非常差的 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中国知名的富豪 他们都已经扛不过去 他们死的死抓的抓 还有的是企业资产完全归零 甚至是富财累累 像王思聪这种直接被限制高消费 王思聪大家都知道 他一个是新秀啊 是财富新贵啊 他自己年纪很轻 从英国回来就没有几年 加上他这个家族给他留下了巨大的这个操控的资产 王思聪本人又称为什么国民老公 喜欢在网络上忽悠 跟所有的女性他都打着一片火热 加上他有雄厚的资金 雄厚的实力 而且是正商两全 王思聪都玩得非常赚 就这么一个人 他今天创业都失败了 你说中国现在创业还有什么环境呢? 中国现在这是权贵瓜分国家集团 中共的顶层人物 他们能利用国家的权势 能掌握某一块资源 然后靠这块资源在老百姓头上割草吸血 然后赚到他们的钱 至于依附共产党政权的这些权贵们 这些富豪们 他们对共产党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今天把你送上富豪榜 明天就可以把你送上杀猪榜的 这些人共产党杀个十个八个眼睛都不会砸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会有中国更多的类似于马云王健林这样的富豪 纷纷倒下 你不会感觉奇怪的 因为共产党中南海那帮人一个都不会倒 但是你们这些人个个都可能倒 随着你也没把握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状 中国为什么经济走到这一步呢? 那显然是你中共的政权 你倒行逆施啊 你中共这么邪恶的政权 你走专制集权道路 这个道路你最终是走不通的啊 共产党硬撑着往下走 那只能是走到一时算一时啊 所以英国有一个知名的预言家叫哈密尔顿 哈密尔顿曾经准确的预言了2016年是川普当选 大家都知道川普当时竞选的时候 川普是没有任何人看过他 别说民主党看不好他 共和党也看不好他 川普是连个村长连个大队书记也没干过的人 到哪当美国总统啊? 但是英国这个预言家哈密尔顿 他就准确预言了川普一定当选 那么最终川普当选啊 在去年他又准确的预测了2019年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将会当选 你看果真 约翰逊又当选了 所以英国这个预言家哈密尔顿 他的预测都不是空穴来风 不是随便预测 都是有一定根据的 他目前来预测什么? 他目前对中国的预测 他预测了中国将在2020年发克革命 同时他预测了朝鲜金正恩将会被美国击溃 金正恩将会逃往中国 在中国度过他的余生 这是他对2020年中国和朝鲜做出的预测 因为朝鲜的经济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和全球国家对他的制裁下 朝鲜已经完全是没有任何经济外援 但是朝鲜为什么能火呢? 很多人就不理解 朝鲜既然被全球已经围堵那么长时间 制裁那么长时间 他根本就没有经济造学能力 他为什么能火呢? 你说中国给中国是给一些 中国只是一点给他喂小鸟的粮食啊 给他的那些东西是有限的 中国不可能大把的物资 完全的供应他 保证他的公民经济啊 中国给他东西都是有条件的 稍微给他一点食粮 给他点物资 能保证金家高层 他们自身给他们的吃喝嫖赌 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可能保障你整个朝鲜人民的 中国给的一定物资是有限的 那么在这么小的物资保障的情况下 朝鲜怎么度过他们这么几年的难关呢? 所以在这呢 我就跟大家呢要讨论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就是朝鲜他是如何度过他这么困难 这么几年的经济难关的? 朝鲜是靠什么度过他的经济难关的? 朝鲜的经济为什么崩而不溃? 我告诉你讲 这来源于朝鲜 一没有创造 二没有发明 三没有生产 朝鲜用什么? 朝鲜用的是跟中国学来的是假造 假造伪劣 那么他假造伪劣什么? 中国假造伪劣是假造伪劣世界上一切的产品 而朝鲜只造一样货币 朝鲜是专门靠印各种美钞、日钞 世界上各种假钞 把他这个国家能够活下来的 在2013年时候 金正恩他再次启用了所谓劳动党39号室 是专门针对中国新版人民币进行一种技术公关的 他这么一个研究机构 这个研究机构负责大量的印制人民币的伪钞 朝鲜版的假币几乎可以跟真币完全一样 用肉远是完全无法识别的 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大量的流通 它遍及中国各个省市 银行是无法检测出来的 ITM机一沉就能沉进去 POS机一刷就能过 所以说普通的中国的银行是根本鉴别不出 朝鲜制造的这个假钞人民币假钞的 这个假钞在中国已经是疑假乱的 就是流传济广 中国官方都知道 只是中国官方很难控制 他们只能是被迫容忍朝鲜存在着一个可以印刷中国人民币的假钞工厂 朝鲜版的人民币它每年至少要印个几千亿 这几千亿不光在中国的消费 也在东南亚非洲很多使用人民币的国家 都把这个假钞拿去消费 朝鲜是靠这些假钞人民币 然后购买了这个世界上大量的各种物资 通过各种走私的方式带进了朝鲜 因为很多商船货船在往朝鲜运来的过程中 美军不是各个都拦截的 甚至有的物资是明确知道是去朝鲜的 美军也没有拦截 因此朝鲜呢 它用大量的假人民币购买了大量的物资 朝鲜印制假钞的技术已经有很多很多年 它印制这个假钞的技术是从1974年开始 由当时的储君金正日 他亲自管理这个劳动党的39号时 来开始制造这些假钞的 当时他们制造的假钞 主要什么 还是以美元日元为主 那时候金正日他指挥的整个39号时 是专门做的制毒贩毒 伪造美元 伪造人秘密 伪造香烟药品 军火走私 他做这些事都是他的父亲金日成 通过这件事来检验他这个太子 检验这个储君 他自己管理国家 然后呢 保证他们国家经济的一个能力 所以说当年就是金正日 他亲自管理的劳动党的39号时 因此朝鲜就拥有着世界级的假钞的制造技术 他能够假造出的美元日元人民币 这些都可以达到完全的一甲乱振 也就是当地国家的银行很难把他们检测出来 因为美国和朝鲜他完全没有贸易 美国对朝鲜的这个制裁呢 因为日益严重 所以朝鲜他伪钞美元和日元的这个功能呢 在日期的饱和 因为他原来就印了很多嘛 印的那些东西还没用掉嘛 但是人民币现在供不应求 所以说现在中国的人民币 成为朝鲜伪造和仿制这个巨大的一个市场 因此呢 朝鲜现在呢 以假造人民币为主 而这个假造的人民币呢 因为人民币在美国 在欧洲国家是不能流通的 但是在中国大陆和跟中国大陆有关的香港啊 澳门啊 东南亚的国家 非洲国家都可以流通啊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朝鲜就大量的伪造人民币 金正恩他就是用伪造人民币的方式 然后呢 换取他自己所要的各种物资 所以说金正恩亲自控制指挥的这个劳动党39号业务史 他已经控制着朝鲜外汇收入大到50%以上 那么朝鲜这么多年他的经济困难都是因为他不断的搞核武啊 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他因为研发核武导致全国制裁以后 他国内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39号时不光是印制伪钞 同时呢 在朝鲜呢 广为推广种植因素 种植因素以后 利用他们39号时控制的庞大的外贸网络 从事呢 贩毒走私活动 这种制毒贩毒呢 当时是得到了古巴和中国派过去的这些制毒专家呢 给的帮助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也就是朝鲜他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 金正日刚刚死 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刚刚接班的那个过程中 金正日就从中国和古巴 请来了很多制毒专家 在朝鲜去制毒贩毒 这种制毒贩毒呢 跟原材料有关 因为朝鲜的原材料不是完全符合制毒品的比较好的优质的原材料 所以他们造成了毒品的品质呢 不是很高 那么少部分比较好的呢 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呢 他们就把它送到美国去 他们的理由就是用这个毒品去消灭美帝国主义 这就跟习近平今天用芬太尼要求消灭美帝国主义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么做出来比较差的呢 比较差的这些毒品呢 就有他们当地呢到东南亚啊到中国啊到俄罗斯啊这些边境呢 去换点小钱 去换一点物资 这是朝鲜呢 他度过他经济困难的这么多年那个手法 也就是假造 你中国因为人口巨大 市场资源巨多 你们在全世界都有渠道 所以你可以假造各种伪劣产品 朝鲜不需要造贴 朝鲜直接造钱 朝鲜的假钞的生产 假钞制造的能力 中国银行的真钞制造能力 可能跟他这个假钞制造能力 基本是一致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你很难去区分 朝鲜版的人民币 他究竟在哪个地方 你认为他是假钞 所以他在市场上流通好得很啊 目前来讲 中国人的钱包里面 谁也没办法去保证你拿出来的那一百张人民币 究竟是朝鲜造的 还是中国银行造的 因为朝鲜一年要造几千亿人民币的 所以这几千人民币 大部分的都在中国市场上流通 这就是独裁者 他就是这个手段 所以中共他自己是独裁者 朝鲜就这么干 中共也没办法 他知道 朝鲜是跟他学的 因此什么 美国要铲除 要铲除中共 把中共铲除了 朝鲜自然就而灭了 所以说中共如果不铲除 那么我今天盘检的这十大富豪 在明年可能就不止十大 弄跑就是二十大了 最终马云和王健林有一天也站在这个富豪破产榜上面 甚至走在牢里面 那就是属于我们根本都不要感觉到奇怪的 因为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 他们在这个船完全沉掉的时候 他们一定是要找一批像马云和王健林这样的替罪羊的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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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